欢迎收看超级公司区 加油 各位 看看 今天来来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看到超腿姐姐 谢力金 接着下来是 好久不见的黄维德 钟 又 联 超腿姐姐 王兴平 老大道 郑忠基 超腿姐姐 高盛梅 大家好 我们公主 来是我们短推哥哥 张克凡 大家好 我是吴宗憲 嗨 大家好 我是南希敏 好 谢谢大家不嫌弃我 越来越矮跟胖 这什么话 谁矮胖 我并没有说过你啊 是 是 是 你这样讲的讲的小话 恭喜啦 又发片 最近好辛苦哦 恭喜我干嘛呢 我才要恭喜欣梅啦 一早就起来做为了唱片做宣传 你看现在瘦得不成样了 拜托了 瘦 那个盲归盲还是要吃饱 金说现在瘦到这个 连36腰的裤子都不能穿了 什么36腰 我本身就29到31之间 你还柳腰啊 不信你摸摸看 真的 我不想看 一点肚子都没有 好啦 现场朋友要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啊 三之三儿童学校 耶 欢迎你们 吉利宝 吉德宝啊 吉德宝哦 在哪里 吉德宝 卖汉堡 哎呦 你看每个小朋友就像汉堡一样可爱 哎呦 过来的正中期的歌友会 以及终身语高的同学 在这里 好 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出题目了 现在马上进入我们了 第一道题目 GO 街舞大选拔 好的 现在第一道题目啊 是要让大家来这个当一下这个裁判啦 大家应该都会跳街舞有没有这种 很厉害 怎么样 街舞是从中国人那个发明出来 怎么样 那不是舞大啦 什么啊 是不是蒙古 好丑啊 就是要打掉啊 讲到舞蹈呢 我就不能不得 不得不称赞中线 是是是 最近 不知道是想不开怎么样 狂变舞蹈 是是 为什么 跳一下嘛 HIP HOP的舞蹈快点 Oh yeah HIP H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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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 还可以吗 很好耶 你吹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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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看你跳舞 你跳一下嘛 我穿这样怎么跳 对啊 新美的舞蹈最好对不对 这裙子好有弹性啊 好会跳舞啊 怪怪的真是 我们看这裙子到底会不会破 干嘛 你吹笑了 破了 好 那今天你们要当评审 今天有四支队伍 大家一起来欣赏他们精湛的舞技 第一支队伍叫做FUTURE FUTURE 现在跟他们掌声鼓勵 Oh my god Let's get the movie FUTURE Let's take it back to the old school Boom Boom rops 银 到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好 來 出席一下 馬上歡迎第二支 隊伍叫做ROCKE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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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ER Action 1 2 3 3 2 3 3 哎呦 龍頭轉 哎呦 水了水了水了 哎呦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掌聲鼓勵 Oh yes 接著下來是第三支隊伍 叫做OVER FREE 是四個可愛的女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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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You don't have to call as much as you do I give back to the group with you And so what if my mama likes you Like you Now that you think I will too I don't really care if you look at me too I don't really care if you look at me Everybody dance now Everybody dance now WOW 掌声给我们鼓勵一下 Thank you, Overfree 这边下来是我们Spark Up to Solid Go 厉害厉害的 大风车 WOW 哇 哇 哇 掌聲鼓勵 謝謝 四隻肚子現在都表演完畢了 厲害 現在大家心裡面一定有一個標準 對啊 第一名的可以得到一萬元 然後他們的票數 他們的那個錢 都操縱在各位的這個手上 沒有錯 然後先不要投票 先不要 因為還有追加的才藝 還有 我個人覺得比較不公平 怎麼說 哪有男生跟女生比的 當然是我們女生厲害 這次我就投給女生了 我就知道你最愛女生了 沒有 抱怨 你最想當女生了 誰想當女生了 我喜歡女生很自然 因為他們跳得很好 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種舞蹈的節奏 對啊 跳舞了 經活不讓虛美 不是在演國劇 還是平劇 要翻跟頭翻成這樣 拜託 這次他們這個街舞 就是要有這些行頭對不對 對啦 街舞的精神就是這樣的 尤其是現在暑假 很多年輕人都想去標舞 對不對 發現一下自己的情緒 現場我們就要來標舞一下 好 有這個他們每一支隊伍 我們給一個音樂 他們這個算是個人的才藝的項目 大家一起看看 再來選擇好不好 馬上欣賞他們的標舞 GO Oh yeah 這是第一隊 Future 大風車 大風車 掌聲鼓勵 這是什麼Rocker 第二隊 第二支隊伍Rocker Rocker Rocker Go 對啊 還有Michael在裡面 天啊 天啊 哇 這跟李唐華 什麼兩樣 第三隊 兩位 兩位 平均身高170公分 有 這也跳得真好 來 妳看 而且很神奇喔 可愛 好 這個是第四組的 Spark of 2少人 拜託妳們還沒禮貌 超厲害 像摔來摔去 漂亮喔 小朋友不要學喔 為什麼不要學 這一些哥哥啊 有練過喔 對 他們都已經練了三十年以上囉 好 好活潑喔 好像搞了 掌聲鼓勵鼓勵 好的 等一下 第一桌人在這裡 第一桌 第一桌 美少女是第三 你們最矮不要站後面 就看不到啦 是是是第一隊 這是第四是不是 沒有關係 他們前面有牌子看得到 一二三四 到底是哪一支隊伍 才是你們心目當中的街舞冠軍呢 請選擇 好 先不要亮票喔 一個一個看 來 武林高手 好來 第四組為什麼 我不是說你啊 我要說張克白 可以啦 好啦 艾基 第四組為什麼 你要把你的票 投給第四組 為什麼 三明治小姐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第三組也很棒 我沒有看過女生跳街舞跳那麼好的 很難選擇 可是我覺得四號他們感覺上就是 如果你要他們拚命就是 跳那種延長站的啊 跳八個鐘頭他們還是可以下去 一直聊下去的 所以我覺得四號是那種 不管是延長站或是那種快站的 他們都很厲害的 我是比較私心 我會想選那個美少女主 美少女喔 可是呢 我逼不得也要把票給四號 為什麼 因為他們人最多 不會啦 人家會飆舞就是不會有暴力之技嘛 對不對 來 維德還有我們 來 右提 三號 美少女 因為呢 他們是 其中有一個是我好朋友的好朋友 所以有對 所以投給他們 對 有熟識的朋友還有加分的 來 好 王興廷有沒有好朋友 四號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出來最有氣勢 目前票數領先的四號 會是今天的冠軍隊伍嗎 十四年前 他是宏集一時的三歲小童星 他跟無數的大牌演員合作演出 他的童年比其他童年級的小朋友 更多彩多姿 拍過什麼戲 拍過03神劍 也對 最難忘的事是什麼 最難忘的事是跟潘瑩 潘瑩撒阿姨那時候很紅了 所以有一次跟他拍戲 拍得滿愉快 而且還照了很多張照片 有一次在拍戲的時候 因為肚子太餓 然後吃太多 然後等到戲演完要脫下戲服的時候 卡住脫不下來 小時候去吃飯啊什麼的 店家的阿姨啊叔叔都會請客吧 吃東西不用錢 當小土匪去了 從他轉過來的那一瞬間 我們兩個人就確定是他了 真的嗎 長得根本沒有變 華晨輝我也認得他 十四年後的他 一切歸於平淡 將來有沒有希望還要繼續演戲呢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 想要念書 誰是十四年前的林芝草人馬上登場 街舞大選拔 好 趕快來看看目前以兩票領先的四號 會是今天的冠軍隊伍嗎 來 四號 四號 對 為什麼你的票也給四號 我認識的 你亂嗎 他比較整齊 整組人一起出來 一跳要整齊才好看 他們比較整齊 對 你會跳舞 什麼 我會看啦 我會看 我是看 好 來高盛美小姐 也是四號 我覺得四號 我覺得他們滿有那種 感 就是還有那種力道 每一個都很會跳舞 那是四號超級 四號才對 好 你也是四號嗎 三號 三號 也是朋友 不是啊 女生跳的進步空間還滿大的 因為其實一二跟四 他們都已經差不多到一種境界 那四號 第四隊應該比較整齊啦 那女生 女生我覺得他們還有進步的空間 四號 三號 羅納羅的也是四號 四號 三號 所以我們今天冠軍隊伍就是我們 四號 四號 好了 在我們頒獎之前 我們要讓他們秀一段 來 歡迎我們四號 Milder Spark of Cruze Island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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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成員都要不要秀一段 拜託 天啊 這個是體操動作的耶 拜託 Oh my God 好 哎唷 花木蘭來了 花木蘭 好 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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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咧 阿貴 還有塞 還有塞車 還有排檔 還有馬骨 好 謝謝 謝謝他們 好 Spark of Cruze Island 他們的平均呢 有七個人嘛 那是得到一萬元 所以一個人可以得到一百二十五塊錢 除不盡一千兩百多塊 我考一下小學生呢 七個人 七個人一萬塊 他們一個人可以多拿多少錢 一個人拿多少錢 知道的請舉手 不對 這位胖哥有話要說 來 請說 一萬除不盡七百 啊 七百 七百 一萬除不盡七百 對 除不盡 那接近多少呢 一萬除以七 七一的七 好 那邊 那位黑白條的董事長 請大聲講出來 請大聲講出來 多少錢 一個人 一千塊 恭喜你答錯了 回去啊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多塊 對不對 讓他們自己去煩惱了 好 頒獎典禮開始 恭喜 謝謝 謝謝 Spark of Cruze Island 也謝謝其他的那三組 對 其實都表現得相當不錯 對啊 好好加油 我們再次謝謝他們 掌聲再給他們鼓勵一下 對 好 往上進入我們下一道題目 Go 誰是林之草人 好 這道題目 誰是大明星 誰曾經是 Who used to be a star 誰是林之草人 因為有老外在這裡 我們要講話讓人家聽得 林之草人這個戲你有看過嗎 嗯 不曉得 十四年了 大家不知道還有沒有印象 不錯 我才兩歲 你才兩歲啊 那你已經出道的是T年了 太多了小姐 好啦 我不但知道我還會唱他的主題曲呢 我真的 有 二美 送餐天 紅花 萬萬 拜託 好 那是武則天 這一首歌當時也是相當走 林山神劍 龍班 龍老外 差更多 這個主題曲忘了忘了忘了 怎麼唱 這個 我只記得裡頭有一個 哎呀呀 大家都要其他 對 好馬上來看看 誰是林之草人呢 請開門 哎呦 好可愛啊 好 嘿嘿 很可愛喔 哎呦 他們每一個人呢 那個時候也林之草人的時候 都很小 是個小朋友 你想想看十四年前嘛 還是個童心 對不對 所以他們年紀應該差不多是這樣 很接近喔 我們一一來訪問一下 第一位你叫什麼名字 開開 開開 對嘛 林之草人不就是開開嗎 對 對 那四個都是說他們是開開 真的是嗎 對 只有一個是真的 其他假的啊 身高166 體重51 幾歲了 17 17歲 那資料沒錯 當時三歲 拍過什麼戲 拍過林山神劍 也對 最難忘的事是什麼 最難忘的事是跟潘瑩 潘瑩那時候很紅了 所以有一次跟他拍戲拍得蠻愉快 而且還照了很多張照片 這就是他 是喔 這算是最難忘的事 而且他你們那個時候還很忙 到處去表演做秀對不對 對 你說謊的時候手會不會發抖 你怎麼抖那麼厲害 再來是我們2號 2號叫做 開開 身高 182 體重 55 幾歲 17 在劇中的名字叫什麼 你 劇中名字 是 林之草人 林之草人 那你在拍戲的時候啊 這麼高 最難忘的事情是什麼 最難忘就是有一次啊 因為我那時候年紀還很小 所以記得不是很清楚 那最難忘的就是有一次在拍戲的時候 因為肚子太餓 然後吃太多 然後等到戲演完要脫下戲服的時候 卡住脫不下來 然後爸媽都很擔心啊 然後媽媽就跟那個戲組的人一起用力扯 到這才把衣服給脫下來了 真的嗎 對 吃太多了然後變成戲服脫不下來 卡住 對 我聽你在放風吹 有這種事情啊 他那個 我有印象他那個衣服 好像是 膠 就很緊很緊就對了 膠做的還是什麼 喔 了解 用橡膠的 橡膠做的 然後 那個一流汗 根本整個都黏在身上 黏在身上 有折養 那吃了一個大肚子 那更難脫 喔 了解了解 那出來他都 呀呀呀呀這樣啊 對啊 怪了 真是 脫下來很臭 因為他放屁又沒有辦法散出 唉唷 我們整個屁都在裡面就是 給大家去猜 好不好 到底哪一個說真的 哪一個說假的 3號叫什麼名字 凱凱 凱凱 身高 172 體重 61 今年幾歲了 17 17 17歲 嗯 拍戲最多的台詞是什麼 呃 就那一句吧 那一句 唉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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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想想看喔 拍戲最難忘的事情是什麼 最難忘喔 嗯 就是哭戲吧 通常我小時候聽劇情啊 甚至還沒開始拍 我就已經掉眼淚了 那你講話都一直很慢嘛 這樣管 就會掉眼淚 講話太快會累啊 講話比較慢不累啊 對啊 真的嗎 可是你講太慢我們會睡著啊 對啊 唉呀 那我們講慢一點也是一樣可以領錢嘛 馬上來欣賞下一道皮 那觀眾要看什麼呢對不對 好這充滿三號 再來四號是 四號叫做 凱凱 幾歲 十七歲 好身高體重 一七零 體重是六十四公斤 六十四公斤 這為什麼當時會有這個機會拍這個戲 因為我姐也是演戲的啊 所以 你姐是明星啦 對 做小時候 對啊 講得好像我爸也是做小偷的啊 對啊 講得好像也是演戲的 所以有一次啊 我小時候我保姆生病 有生病的啊 所以我姐姐啊 就帶我去她 帶你去片場 對對對 去帶我去片場那邊 所以 然後就被導演相中 差不多是這樣子啊 好 既然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呢 就有這個演戲的經驗 那今天來回味一下呢 當時有兩個角色 一個叫林波公子 一個叫天山老妖 現在他們三位要在這邊 串這場戲了 這四位林芝草人 你覺得誰才是真的呢 在台灣的養殖業中 你聽過有人養雞養狗 養豬養牛等等 但是你知道有人也養鴕鳥嗎 他是台灣養鴕鳥的各中巧處 他對鴕鳥撩落之長 鴕鳥的叫聲是什麼 我模仿一下公鴕鳥的叫聲 公鴕鳥 公鴕鳥 嗯 嗯 太喘了 鴕鳥肉呢 基本上 他肉質 有人吃鴕鳥肉 有可以吃啊 很好吃耶 你說全身都可以 都可以用喔 鴕鳥全身 對 都可以 有可以當化妝品 好 我們就一隻手扶住他的前胸 一隻手扶住他的屁股 哎唷 你手不敢鼓 不要 不要 不要把他抬起來 因為你抬起來的話 腿會踢到你 很危險 對 他用吸的把它吸出來 沒有 他吹氣 超好看的 誰是鴕鳥爸爸馬上登場 誰是鴕鳥草人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他們精采的提示演出 好 好 你可以獨立拍出戲來 瘋女十八年 預備 Action 終於讓我找到你了 我告訴你 既然我找到你 我就要把你吃掉 慢著 我絕對不能讓你把林珊 凱凱 林珊凱凱 林珊 草人帶走 不容易找到了他 我怎麼會隨便就不去他呢 放手 你好狠喔 雅雅不要怕 我一定會保護你 不要殺我 對 他絕對不能吃掉你 因為我得留著自己吃 我還是可以吃了 雅雅過來 怎麼會這樣子 不要別死 只要你把我手會砍掉 為什麼只有這樣才能活起來 就在林珊草人 將自己雙手砍下的時候 將自己雙手砍下的時候 換坡公子也因流血 不只氣絕身亡 你們演好一點 對啊 很認真 可是大明星 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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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通 2號的 2號請準備 預備 2號開開 終於被我看到了 好 我千年的功力 又可以再進一程 慢著 好 我有吃了你 慢著 你放開他 林珊草人不能讓你帶走 為什麼 因為你一旦吃了他 武功增進千年 江湖上再也沒有人治得了你了 但是 我好不容易找到他 我不可以隨便放過他 來 納命吧 等一下 我們先問他自己的意思 哎呀呀 不要抓我 哎呀呀 他說不能讓你帶走他 好 我要是 這麼聽話的話 我叫千年老要罵 好 辣命吧 來 掌聲鼓勵 不是 講三話好像都你們兩個在表演 對啊 他的處在旁邊 好 來 第三位請準備 在平靜的中原 千山老妖再度重新 他正在尋找林芝草人 同時跳起了苗江的舞蹈 他好把林芝草人吃掉之後補充靈氣 就在他騙巡不著的時候 林芝草人就在前方不遠處已經出現了 哎呀 林芝草人你別跑 今天我就把你吃了寄進我五藏廟 來 不要抓我 不要抓我 等一下老妖 你是沒看到 換坡公子在這裡出現了 來來來 你過來 你過來 參雙姐來 為什麼你叫我過來我叫我過來 你過來 我們商量一下 這樣子我比較不好保護他 你先站這裡來 好 這樣吃我們林芝草人 十四年才出現一次 你 你就認命吧 哎呀 氣功失靈 哦 好吧 掌聲鼓勵 厲害 厲害 來換人 好來 四號請準備 預備 五 四 三 行 在平靜的中原 前山老幼再度出現 他正在尋找林芝草人 把他吃掉之後 好 補充靈氣 就在他騙尋不招的時候 正好林芝草人就在前方 不遠處 蔡正秋 不是 林芝草人 今天好不容易讓我找到了你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給吃了 哎呀呀 老幼 不要說我啊 哎呀呀 老幼 老幼很恐怖 老幼很恐怖 很恐怖 我是 換坡公子 就是那個每天吹消保護林芝草人的換坡公子 我告訴你 保護他就是我的責任 那又怎麼樣 吃林芝是沒有用的 你回去吃酒沒有不要有用 你等一下 一罐 一罐 哎呀呀 我會保護你了 很久沒有看到你 砍了你 哎呀呀 哎呀呀 怎麼會這樣 剛才把我的手砍下來 你才能活命啊 哎呀呀 哎呀呀 我血流不止了 掌聲鼓勵鼓勵 好的 那麼四位演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馬上要給大家來猜猜看 來請上請上 這四位當中哪一位是真正的林芝草人呢 就是我們小凱凱就對了 請選擇 GO 還不容易要吃吃 好來 謝麗菁小姐妳的答案是 三號 為什麼 因為她剛剛在演林芝要被吃那一剎那 我覺得她內心戲演得非常好 我可以感受到一顆植物即將被吃的時候 那時候的那種害怕 緊張恐懼 你不是植物人這麼有研究 我對植物都很熟 維德維德 什麼答案 也是三號 三號為什麼 從她轉過來的那一瞬間 我們兩個人就確定是她了 真的嗎 長得根本沒有變 全部選三號 對啊 全部都三號 華晨慧我也認得她 是嗎 那我們到底要聽聽Ronaldo為什麼是選她 因為他們都選她 他們都有看過嘛 他們一定 所以你根本是 你根本是Kiss嘛 怎麼說 到底哪一位才是我們真正的林芝草人 現在倒數去尋 最後一段時間 五分鐘 請開門 GO 華晨慧 現在已經17歲了 高幾了 以前拍這個戲 身高二 身高二了 以前拍這個戲是幾歲 三歲了 才三歲啊 但我覺得她講話是沒有變的 有沒有 身高二了 那今天有同學來到現場對不對 真的嗎 中山女高的嘛 沒有沒有他們也高了 剛好跟你一樣 身高二啊 太棒了 所以你看以前拍這個戲 到現在十幾年了 那麼大家對她都非常的懷念 而且你臉怎麼沒有變啊 對啊 唇紅齒白了對不對 真的 沒有她臉還是小時候的臉 對啊 將來有沒有希望還要繼續演戲呢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 念書 以課業為重啊 在學校成績聽說不錯啊 還好 還好 好好加油呢 講話速度要變快一點 要不要長大變康康怎麼辦 對不對 變康康有沒有什麼不好啊 康康講話太慢了對不對 聽她講完天都黑了 是不是 好加油了 再次謝謝我們凱凱 掌聲給她鼓勵 每一位通通答對 馬上進入我們下一道題目 請看 誰是鴕鳥爸爸 好的請問一下誰是鴕鳥爸爸 就是誰是養鴕鳥的人 鴕鳥有沒有看過 有啊 鴕鳥當然有啊 就天鵝跟鳥交配就叫鴕鳥 是嗎 因為天鵝不是脖子很長 但腿很短 那鳥 駱駝跟鳥交配 什麼 鴕鳥 駱駝跟鳥交配 對啊這個鴕鳥它生長在非洲的草原 鴕鳥躲起來真的就把那個頭 對對對 所以人家說鴕鳥心態 有沒有 就是說你這個人鴕鳥心態 就是說不敢面對事實 頭躲到沙子裡面 以為就安全了 對不對 老虎一把來 就蠻酷的 那個就像是裸體的時候啊 不小心被人家看到很糗 就乾脆眼睛閉起來就好 啊這樣這樣 對不對 怎麼知道 這就是鴕鳥心態 我跟桃子去洗 洗溫泉 是 他都拿臉盆蓋臉啊 真的嗎 因為很丟人是不是 他走到另外一尺 然後就這樣 唉唷 好…那我們馬上來看看 到底誰是鴕鳥爸爸呢 請開門 GO 有四位 這當中有一位是真正在養鴕鳥的 注意了我們應該要看第一位 黃雅安先生 一二三 好年輕喔 黃先生請問幾歲 這麼帥啊 大家好我今天23歲 23歲 你去哪裡擦口紅啊 真的嗎 怎麼變那麼油 沒有擦一點油啦 看起來精神好一點 有嗎 我突然一轉過來 怎麼那麼娘娘家啊 啊 會嗎 你那口紅擦得比我還亮 對啊我這邊遠遠看都可以照到我鏡子耶 真的嗎 真的 那考你一個問題 鴕鳥會不會飛啊 鴕鳥 鴕鳥基本上它不會飛 為什麼 因為它的那個翅膀已經退化了 不過鴕鳥它的腿啊 肌肉很發達 它一直跑可以跑30分鐘 然後可以跑到65公里 一直跑一直跑 怎麼說 它會一直這樣看你這樣 因為鴕鳥它的眼睛啊 一個眼球喔 就有60顆這麼重 對 60顆什麼叫60 60克 克 對 眼睛很大一顆 對 然後它的視序範圍可以大到3到5公里這麼遠 可以看很遠 眼睛看到3到5公里啊 對啊 哇好厲害 那他們眼睛是這樣嗎 那他看這邊的時候他是這樣看 還是是他的這樣看 他鬥雞眼睛看 你看兩隻眼睛都能看 因為長得滿旁邊的 這樣轉過來 對 所以鴕鳥都要轉一轉轉 好 好 再來是2號 賴鼎文 1 2 3 好年輕喔 這麼帥可能養鴕鳥嗎 對啊 而且頭髮好油亮喔 有點張克帆的味道有沒有 好像鄭中基啦 哪有 鄭中基加張克帆 很像鄭中基跟張克帆結婚生下來的小孩 對 他們兩個幹嘛結婚生下來 那鴕鳥會不會生氣 生氣 會啊 會生氣 生氣的時候怎麼辦 生氣的時候 其實要看鴕鳥的大小 假如說是以大鴕鳥的話 對 就是類似成鳥跟種鳥的話 這樣子的話 他假如一生氣的話 通常都要馬上跑走 跑離他那個籃 他就是有個籃這樣 炸籃 對 就是他籃 我們籃差不多七八十瓶這樣 然後養差不多三隻種鳥左右 等於說他大隻腳生氣的話 我們要跑離那個籃 因為他動作很快 所以你要趕快跑離他的 所以說他的視力範圍之內 那假如小隻的話 小隻 不然的話你會被他踢到 他攻擊的時候是用後腳踢 那個力道 對 那力道非常的猛 那被他踢到比較痛還是馬 當然是應該是鴕鳥 因為他會衝刺 真的啊 對 他會衝刺 衝刺 然後攻擊你 對 然後假如跑離他的視力範圍之後 他拿那個冷水沖他 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冷靜下來 噴水 對 讓他的體溫降低 把他的火焦熄 不然一百塊我們可以把它焦熄 原來鴕鳥還真的用噴水有效 而且原來鴕鳥真的會發火 厲害 好 3號 好 3號叫做 大家好 我叫許崇章 許崇章 1 2 3 李先生 30歲 當初您為什麼養鴕鳥 我原本就是一個農家子弟 家裡也有一些農地 所以說因為種田的關係 成本高 然後人手又不夠 再加上利潤又少 所以當初就決定說 看看能不能轉業 然後剛好農會又開放進口 飼養鴕鳥 就因為這個原因 就想說來試試看好了 就因為這個原因接觸到 鴕鳥飼養到現在 你這個是不是被鴕鳥抓的 對 對 有 被鴕鳥抓的 鴕鳥它是站著睡覺嗎 鴕鳥 睡覺是趴著睡 趴著啊 趴著睡 趴著睡 因為它 鴕鳥的話 它是 腳跟人的手臂是一樣的 是往後彎曲 所以說它睡覺的時候是 頭伸直 然後貼著地 然後整個身體往下去 整隻鳥就趴在地上這樣睡覺 可不可以大概一遍 示範一次 比如說這次腳啊 對不對 憲哥表現這樣就很好 對不對 對 來 這張 演什麼像什麼 開玩笑 做人就沒差 你們 鴕鳥的叫聲是什麼 我模仿一下公鴕鳥的叫聲 公鴕鳥 公鴕鳥 嗯 嗯 嗯 太嚇壞了 嗯 嗯 嗯 對 真的嗎 是是是 鴕鳥叫出牛的聲音 嗯 嗯 嗯 那你們家牛是怎麼叫 我們家還沒有牛 牛啊 牛就叫 嗯 嗯 牛 這樣才能辨別啦 要不要說 嗯 嗯 鴕鳥 這樣就辨別了 是是 公鴕那公鴕怎麼叫 嗯 嗯 公鴕 欸 笑 好 再來是第四位 高林峰先生 不是啦 我是高俊安 高俊安掌聲給他鼓勵 1 2 3 他今年23歲 他是個音樂系畢業的高材生 但是他的興趣卻是首詩 為什麼會進入到這一行呢 對不對 到工廠上班公司上班多好 為什麼要幫人家收詩呢 嗯 因為我本身覺得這工作很有挑戰性 挑戰性 然後 滿喜歡研究死因的 就是不曉得說你下一個要面對的屍體 是怎麼樣的死法死狀 我覺得這是我的興趣 那為什麼要去加入這個行列呢 因為自己本身是唸這一科系的 我是南華科技學院 有屍體系喔 南華科技 兵儀管理學系 哇 哇 那你在工作當中有沒有碰到離奇的事情 離奇的 離奇 曾經是有一個高職的女孩子 那液氧化碳重度 瓦斯重度 對 就是我幫她穿衣服的時候 她的眼睛就都沒有閉 就是都半開的 那就是屍體很僵硬 那我跟她講一講話 然後就是她身體放比較軟 然後眼睛又閉起來 這樣子我比較好穿衣服 對 哇 最靈異最大膽的 誰是收拾美女 馬上登場 重點新聞後 請繼續收看 超級東西軍Part 2 超級東西軍Part 2來囉 誰是鴕鳥爸爸 高俊男掌聲給她鼓勵 1 2 3 高先生你好 請問您當初為什麼要養鴕鳥 以前我是計程車司機 那後來是我大伯 聽說那個鴕鳥的肉市場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鴕鳥肉呢基本上 它肉質 有人吃鴕鳥肉 有可以吃啊 很好吃耶 那張教官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她跟雲門舞級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長得好像喔 有關係 對 真的 我才覺得她長得有像鴕鳥呢 沒有 跟鴕鳥相處久真的會像鴕鳥嗎 對 有沒有轉 好來 不好意思 你說全身都可以 都可以用喔 鴕鳥全身 皮可以用啦 或幹嘛做裝飾品 什麼都可以 都可以 油可以當化妝品 油可以當化妝品 對啊 這個你看這有很多專業知識啦 鴕鳥都吃什麼 吃大麥草 牧樹還有 還有 核科植物啦 好 了解了解 所以你看這個鴕鳥的知識 今天呢 經過他們講的我們就了解很多 來了三隻主角喔 真的有鴕鳥來現場 對啊 厲害了 我們要很安靜耶 要不要嚇了他們喔 我們現在 1號表現的是抓鴕鳥 來1號請準備 好 大家安靜一點喔 不要讓鴕鳥嚇到喔 因為這鴕鳥啊 牠很害 我們怕神 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嚇到牠 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嚇到牠 所以我們千萬小朋友 小生不要嚇到牠 唉唷 牠動作很輕 你們就一隻手扶住牠的前胸 一隻手扶住牠的屁股 唉唷 你手不能 不要 不要把它抬起來 因為你抬起來的話 腿會踢到你 很危險 對 這樣就抓住了 這樣就抓住了 所以不要整個抬起來 好 2號要為我們示範 2號要示範的是 2號要示範的是 餵鴕鳥 厲害 好 你就不要把它抓進去了吧 還是這一隻啊 還是牠吧 好 2號來餵一下 2號準備 來 阿金來試試看 趕快噴水啊 這個草看起來好營養好好吃 好好吃 好長耶 謝謝喔 牠喜歡女的啦 手會癢喔 不會 牠都不會碰到我的手耶 好可愛喔 牠不喜歡你啦 牠不喜歡男生啦 真的 這隻是母的 好 好 不用掌聲 不用掌聲 3號 3號要為我們示範的是 把鴕鳥 鴕鳥蛋打開 打鴕鳥蛋啊 鴕鳥蛋 鴕鳥蛋好大一顆喔 好像恐龍蕩喔 來 要用菜刀喔 要用到菜刀 很重喔 不行 不行 這樣破掉嗎 會 這樣說會破 可以承受60公斤 好 那現在來打開這個蛋 怎麼打開呢 這個蛋殼 基本上現在很多人 都拿來當裝飾品用 因為它蛋殼比較厚 大概可以拿來當成那個 雕刻的蛋 或者是彩繪 可以彩繪 就跟人體彩味一樣 直接把那個畫在上面 這個蛋 其實 因為它太大了 所以說你煮一次 可能 一家人大概要吃一個禮拜 才吃得完 真的假的 它這一顆蛋的容量 大概是等於 24顆雞蛋的容量 24顆到30顆 其實不一定 看它大小 應該不行喔 這個 蛋庫醇 稍微高了一點 夠濕度喔 吃潑白奶茶 還辣辣耶 它有空氣啊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層膜 我們要把那個膜 先把它弄過以後 它裡面是蛋黃 可是我們為了要保存這個蛋殼 所以沒有辦法 只好說挖一個小的洞 不用開很大 不用開很大 然後把蛋黃 對對對 這等於說 就不像荷包蛋一樣 是打出來的蛋 變成說 有一個蛋黃跟蛋白 雞蛋 火鳥蛋 差多少 我來表演一下 怎麼樣把雞蛋打開 牌子 大家都是蛋 為什麼差這麼大 為了要保存這個蛋殼 所以只能用吸管在上面 搓一個洞 兩位蛋黃好嗎 這顆是熟的啊 這顆是熟的啊 小的 我吐一包 結果是熟的 裡面好厚喔 天啊 不然你是鞋子 吐一包 用不出來 它用吸的把它吸出來 沒有 它吹氣 原來要吹氣進去 你用這個氣壓把它壓出來 好 這是我們三號 再來四號 四號呢 就是剛剛講的鴕鳥蛋呢 可以這個承重是60公斤 那它要踩在鴕鳥蛋上 好難講 真的嗎 鴕鳥蛋 踩在鴕鳥蛋上 高先生本輪剛好60公斤 所以這樣還沒有破 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好60公斤 哇 那阿金就不能踩 阿金65 我44而已喔 來 減肥成功 踩一下 而且趕快踩蛋會增高 而且趕快踩蛋會增高 等一下就被你敷出來了 厲害 被湊出來 好現在我們一到四號已經表演完畢了 到底哪一位才是真正的鴕鳥爸爸呢 請選擇 來 阿金的答案是 3號 為什麼 其他的氣質都不太像 尤其是1號啊 他就那種鎬子背好 然後沒有融入他的氣質 所以會覺得他在背鎬子 那3號他的那個手臂 感覺上就是有在工作 有在曬太陽 真的鴕鳥抓過 對 感覺上 好 來 欣萍選4號 4號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覺得物以類聚 那 長得像鴕鳥 4號真的有一點鴕鳥 我那個味道 那種磁場啊那種感覺 對 好啦 高聖美小姐 我覺得他在叼跟那個蛋的時候那種技術很好 然後蠻穩的 不知道什麼問題他好像什麼都懂 是 而且又會吹蛋 對啊 好厲害 好厲害 好 現場倒數計時 Final countdown 5 seconds 鴕鳥大王 請開門 郭倫茨才好 你好 養鴕鳥養多久了 我目前到現在為止 大概養了一年8個月左右 一年8個月 好不好賺呢 養鴕鳥 到目前為止是很有前景 很有前景 是 現在很多人在吃鴕鳥肉嗎 對 目前為止很多 那當然肉聽說是低脂肪的還蠻不錯的 它肉質的特性就是低脂肪低熱量 然後高鐵質 高鐵質 它沒什麼膽固醇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你如果說高血壓的人 適合吃這個 或是你比較缺血的人 吃這個都比較好 來 一起來看看鴕鳥吃 所以今天許先生帶來了就是鴕鳥 我好愛鴕鳥皮喔 這是鴕鳥的 對 然後鴕鳥他剛剛講了可以做化妝品 然後他的皮呢大部分都拿來做皮包 真的皮包 或者是衣服 這鴕鳥皮摸起來很舒服的耶 對啊 有沒有… 要介紹廠長對不對 對… 廠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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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喔 來… 我們這個養鴕鳥真的為我們帶來非常多的利潤喔 對… 這個一隻鴕鳥現在大概值多少錢 我們現在旁邊這個喔 大概兩個月大 現在開價一隻兩萬塊 兩個月大就可以賣兩萬塊啊 對… 長大的大隻的那個呢 大隻的種鳥一組是一公兩母 開價六十萬 一隻公的兩隻母可以賣六十萬啊 怎麼會有化妝品啊 哪個地方可以當化妝品啊 油 對… 鴕鳥的油 鴕鳥的油是最少的 所以這種的化妝品很少 喔…鴕鳥做的油 貝欣給我穿一下 這… 這…這… 你貴身屋都是鴕鳥啊 你是… 等一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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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到 一身玲瓏 裝扮 對啊… 還有鴕鳥 這很像是印尼的貴婦耶 我這一身加起來是十幾萬 二十萬要 對啊… 十來萬… 好 相當不錯 掌聲再給她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也謝謝我們廠長還帶領我們這個 飼養鴕鳥的好朋友來到我們現場 馬上進入到我們下面一道題目 請看… 誰是總經理 好的… 這道題目呢非常簡單 但是呢… 說來簡單其實做來難 要幹到這個行業還真的是相當困難 誰是總經理他一定很特別喔 因為他年紀很輕就幹到總經理了 真的… 搞不好是靠家裡喔 一定是搞關係 要不要靠家裡 要不要靠裙帶關係 對 有一種有沒有 天生下來家裡就很有錢了 爸媽都是董事長啊 然後一生下來就是總經理的名 就給他當總經理 他二十歲而已對不對 娶一個老婆五十五歲 他也當總經理 對啊 我十五歲打工的時候 我又被那種什麼都不懂的總經理 亂罵 真的嗎 他根本就是他家很有錢要亂罵 等一下 好好謝恨一下 好 我們一起來歡迎這四位總經理 請看一般的上班族 為了存十萬元辛苦奔波 她是一個學生今年二十一歲 但是她卻已經是總經理了 她的資產有兩百萬 二十一歲的她經營的網站 已經累積有三百五十萬人訪客人次 她的收入每月五十萬元節節增加 網路行為成功的秘訣 超級東西君馬上告訴你 她今年二十三歲 她是個音樂系畢業的高材生 但是她的興趣卻是收拾 為什麼會進入到這一行呢 對不對 到工廠上班公司上班多好 為什麼要幫人家收屍呢 因為我本身覺得這工作很有挑戰性 挑戰性 真太大的挑戰了 滿喜歡研究死因的 就是不曉得說你下一個要面對的屍體 是怎麼樣的死法死狀 我覺得這是我的興趣 那為什麼要去加入這個行列呢 因為自己本身是念這一科系的 我是南華科系學院 有詩題系喔 南華 兵儀管理學系 那你在工作當中 有沒有碰到離奇的事情 離奇的 曾經是有一個高職的女孩子 那一氧化碳中毒 瓦斯中毒 對 就是我幫她穿衣服的時候 她的眼睛就都沒有閉 就是都半開的 那就是私體很僵硬 那我跟她講一講話 然後就是 她身體放比較軟 然後眼睛又閉起來 這樣子我比較好穿衣服 對 最靈異最大膽的 誰是收屍美女馬上登場 許開門 好 總經理好 總經理好 這麼年輕的總經理 第一位叫什麼大名 大家好 我叫賴思豪 幾歲 十九歲 十九歲 十九歲就當總經理 一 二 三 怎麼年輕啊 哇塞 好像林瑞陽喔 對啊對啊 眼睛還長了 你說 你說 你怎麼當上總經理 你是靠你自己嗎 這個 這個 也有靠爸媽的幫忙 真的嗎 怎麼樣創業的啊 這個要從我高中講起 請說 高中的時候就愛玩模型嘛 然後玩一玩就跟那個 模型老闆混熟了 對 然後他們就會有時候 就會透露說其實 不好意思 人體模型還是 沒有 玩具的模型 對 玩具模型 對 然後他會透露說 其實那個歐美的模型 是我們台灣代理過去的 對 然後讓我們台灣這些 下游廠商啊 訂貨都那種成本啊 根本就不合理 對 然後我們就講一講 然後決定說 我們何不如就是 自己來當一個上游廠商 然後狠狠地賺他一筆 對 然後跟爸媽就是 因為爸媽的錢 很狠耶 爸媽的錢還是比較重要啦 講真的 對 然後就 就大家這樣子籌措一下 就創立了這個 我們這個公司這樣子 做多久啦 現在 差不多 不會很久 差不多兩年左右 再來是2號 2號叫什麼 您的大名 大名呢 陳慶紅 陳慶紅 1 2 3 很年輕耶 陳慶紅哥哥你幾歲 我今年21歲 21歲 當總經理幾年了 當大概三個月 才開始是吧 對 是喔 你是靠什麼關係 當上總經理啊 沒有 就靠一張嘴巴 亂講話 就當上總經理 真的嗎 那你是一路上 你是有從基層幹起的嗎 其實沒有 沒有啊 對 我就是空降這樣 空降啊 對 那為什麼能當總經理呢 對啊 其實就是 因為我本身就讀那個 中原大學資管系 那因為我讀的 跟我所學的就是 都在做網站這方面的工作 對 所以我們就一群好夥伴 我們就邀一邀來經營網站 所以你現在的生意就是 對 所以我開的是網路公司 網路公司 那跟我有點相近喔 網路公司老闆都很年輕 這是真的 對 你是哪一方面 目前我們的網站呢 是做手機資訊的服務 跟提供 提供資訊跟服務 那這個如果是假的 我一定把它抓出來 為什麼 做e-web的部分就對了 沒有 我們現在還是做 internet的部分 internet 不錯 開始落樹 那你最常跟屬下發生什麼樣的衝突 其實屬下 因為屬下都是我的同學 或學弟妹 所以我有時候罵他們的話 我在學校就很難做人了 對 就會被同學看不爽啊 或者是被學弟妹罵怎樣 就說在公司 在公司欺負我們到學校 我們大家都同輩了 你要怎麼樣 對 就遇到這種問題 薪水 薪水 薪水是不多啦 一個月大概四五萬塊左右 四五萬不錯啦 怎麼那麼少 他還在念書耶小姐 有沒有女朋友 女朋友目前有 對 還考慮那麼久 四五萬塊喔 才二十一歲喔 三號 這是我們二號 三號請問您的大名 我叫周嘉慶 周嘉慶先生幾歲 二十八 二十八當總經理可以啦 一二三 周總 那你是怎樣創業 當上總經理 三年前 三年前 為什麼呢 我之前是做模特兒經紀 哦 哦 Agent就對了啦 那你主要是做什麼生意 跟模特兒有關的事 我因為之前是做經紀嘛 那就認識很多模特兒 那還有一些不錯的攝影師 那我想現在模特兒 這個寫真集非常的多 哦 做寫真集就對了 那到現在有沒有算過 發行過多少本的寫真集啊 目前已出刊的有四本 已經出刊了四本 那你最 最 最常跟你的員工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其實 這個寫真喔 攝影這種東西喔 是很 很美觀的東西 藝術的東西啊 那像我們公司一些主管啊 那他們也都是搞藝術的 那有時候在這個 攝影這個寫真的主題啊 那就會有一些意見上的衝突 對啊 因為藝術的東西都很自我的 這樣很難 了解 了解 好 那麼一個月待遇多少 你能是自己當老闆嗎 總經理我還是領薪 領薪水 一個月薪水多少錢 大概五萬多啦 五萬多 我有那也不錯 四萬多 馬上有人跌上去五萬多 下一個一定隨便 七八萬吧 好 我們來看第四位 廖文成 廖文成 今年幾歲 28 28歲 1 2 3 廖總 廖總 這個比較像喔 穿雙排扣的喔 好 請問一下廖總 你什麼當上總經理的 如何創業 其實 這個不能說是我創業的啦 因為我在這個公司就是 基本上就是 熬得久 那熟悉的一家幹 它是升上去的 那你是做哪一類的 我是做美容美髮的批發 美容美髮的批發 就是說像 消水啊那個 像就是說像你 做頭髮的啦 然後剪頭髮的啦 這些 髮捲啊 像就是說 美髮椅啊什麼這些都有 對 那麼跟屬下發生的問題是哪一類 屬下的問題 基本上是沒什麼衝突啦 那只是說 因為是家族企業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 這個 你要管他們的話 有時候他們會透過我 就是直接跟老闆報告 那這樣的話會造成我一些困擾 對啊 你總不能管你阿姨啊 對啊 對啊 對不對 阿姨在做事情 你要小小一點 所以這是他們的 你們的家族企業嗎 沒有沒有這是我老闆的家族企業 別人的家族企業 所以他在裡面當總經理 常常不被信任 這是他最大的困擾 好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模擬狀況題 狀況題是一 屬下頂嘴篇 絲毫是一個模型公司的負責人 今天公司的貨出了問題 面對不服氣的員工 十九歲的他會如何處理呢 Action 那麼 不要 維德 維德 來 麻煩進來一下 幹嘛啦 叫什麼叫 喂 你這什麼態度啊 在公司我是你上司耶 注意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而且你這批貨 這批什麼貨 是你負責對不對 有問題你知不知道 注意一下好不好 你兇什麼兇啊 你不要以為你老子出幾個錢 我就要對你客氣喔 大不了我不幹了嘛 維德 其實我叫你進來 也不是說要罵你啦 只是說 OK 我這件事已經處理完畢了 然後 只是希望你處事態度可以注意一下 這樣可以了解嗎 我並不是真的要罵你 我不幹了 你 好 那是一號 不錯 總經理還有 我一直覺得好像林瑞亞 在演戲 那這總經理不錯啦 對不對 他出了事情 然後只是罵一罵 又看到 不對 那又留不住了 其實帶人 有時候要帶心 對不對 有時候該罵的時候就罵 對啊 我常常是我的那個 Kiki員工的張老師 怎麼說 我就要跟他們談心 然後還心理建設這樣 然後慢慢聊 三不五思 還要幫他們帶小孩 真的喔 講的話都很聽你的話 然後兩個人聊到生意 還一起哭啊怎麼樣 隔天還不把錢偷走就走了 來 我們2號請準備 狀況處理2 談Case碰丁子天 請紅是一家網路公司的總經理 今天是她第一次代表公司 跟廠商談生意 面對看不起她的大客戶 21歲的她會如何處理呢 預備 起 Action 張經理 你好 我是那個 手機網路公司的那個 陳慶紅 來 這是我的名片 請多指教 那個 你不要擋電視機 請多指教 再講一次 我是手機網路公司 我們有預約喔 陳慶紅 有喔 陳慶紅 總經理喔 嘿嘿嘿 你幾歲啊 我今年21歲 有喔 21歲當總經理啦 啊 別這樣說 別這樣說 人家19歲就當了 好 對 張經理其實 我跟你 介紹一下我們那個公司的整個 這個網站公司的企劃案 讓你參考一下 等一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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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理啊 來一下 你跟他講一下 總是 他要提案子 你跟他講 先講一下 張經理 沒關係 你先講一下 OK 不好意思 這位先生跟我來 不好意思 跟我來啊 我們總經理他對你這個提案 沒興趣他才會這個樣子喔 小姐我跟你說 小姐 我跟你說 小姐 什麼事 現在今年呢 全球的手機市場有3億支 對 然後呢 現在EC電子商務是那麼的發達 我跟你說 你快去跟我們總經理說 快去 什麼了 什麼了 3億多少 3億支 3億支喔 全球的手機市場3億支 我們只要挖那一點點 去泡茶 去泡茶 對 只要挖那一點點 我們就削翻了 對 所以我今天來跟你介紹這個合作案 難怪你當總經理啦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懂得抓住要點 這個講明了說手機有3億支 我們挖一小塊就機會很大 好來第三位 3號28歲的總經理 請準備 狀況處理3 美感不同篇 江慶是一個寫真發行公司的負責人 他的藝術總監小凡提出了一堆不切實際的想法 他該如何處理呢 預備 Action 客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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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藍小梅的這個雪真集 我們就決定在普吉島拍了 普吉島啊 總經理 我昨天晚上看電視 有看到那個阿姆視狀登陸月球 他只能在安全島拍 那個 我看到那個沒有空氣的感覺 風努力的吹 沒有風 他那個頭髮都不會飄 然後就這樣固定 我覺得蠻適合我們那個 藍心梅的那個造型 客盤 你又來了 蛤 在月球派啊 沒有人想過啊 這個idea很好啊 你喔 就是太不切實際了 蛤 我們做藝術工作者 就是要把不切實際 在這個 不變動把它印萬變 知道嗎 好啦 好啦 這樣知道 反正你是總經理嘛 對啊 月球派 難得想一個月球啊 這企劃不錯耶 大概只要花三億美金就好了 好 好 掌聲鼓勵 好 好了 四號 四號 三十三歲的總經理 他要面對的是 謝麗金 狀況處理四 家族企業篇 文誠是一家族企業的總經理 夏層主管月籍提案 身處在這家族中 文誠該怎麼處理呢 預備 Action 來 總經理過來 那個 六福村那個 八福村那個案子啊 看過了感想怎麼樣 說一下說一下 蛤 八福村 這個案子啊 有什麼感想 我怎麼 就是我侄子 我沒有跟你說 那個吳副理是我侄子 對不對 吳副理 這個事情我等一下 再跟吳副理來研究一下 吳副理 吳副理 江西人那大聲的總經理 你好 我知道 今天 雖然 你不信任我 但是有一天 遲早 我們大家的心都會相通的 你是賣直銷的是不是 我們就一定會把這個案子 把它做好 真的嗎 太感動了 我這樣對你沒想到 你還能夠以德抱怨 真是太讓我感動了 畢竟大家都是一家人 能不能抱一抱我馬子 來 演完了嗎 演完了 演完了掌聲鼓勵 厲害 好 以上是四位總經理的示範 平常講還蠻難猜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有時候 故意要把它演得很爛 對不對 這樣人家才猜不出來 我們來看一看到地 他們四位當中 哪一位才是真正的總經理呢 給大家一起來猜猜 請 選擇 來 好 謝麗菁小姐 四號 為什麼 不知道 我覺得她看起來比較有架勢 比較總經理的感覺 對不對 對啊 就是感覺 雖然現在不是以後也會是 對 好 二組 又停 因為資訊業的話 這個題目是最年輕的總經理 以她的年齡來講 是非常有可能成為總經理 心平也是選二號 也是二號 為什麼 因為實在選不出來 那只好用篩選法 另外三個看起來很像臨時演員 包括衣服 都是很新的嘛 那二號的衣服 比較像她自己準備的 所以妳覺得應該是她 那個褲子都皺皺 然後那個鞋子很 對 我也是 我也是 也是二號 為什麼 直覺看到她 就不太像嘛 就是她 好 到底是我們一號二號 還是三號四號呢 我們起來看看到底 誰是總經理 現場倒數據時 Final Countdown 5 seconds 誰是總經理請開門 Go 她今年23歲 她是個音樂系畢業的高材生 但是她的興趣卻是收拾 為什麼會進入到這一行呢 對不對 到工廠上班公司上班多好 為什麼要幫人家收拾呢 因為我本身覺得 這工作很有挑戰性 挑戰性 真太大的挑戰了 然後蠻喜歡研究死因的 就是不曉得說 你下一個要面對的屍體 是怎麼樣的死法死狀 我覺得這是我的興趣 那為什麼要去加入這個行列呢 因為自己本身 就是唸這一科系的 我是南華科系學院 有屍體系喔 南華 兵儀 兵儀管理學系 哇 那你在工作當中 有沒有碰到離奇的事情 離奇的 曾經是有一個高職的女孩子 那一氧化碳中毒 瓦斯中毒 對 就是我幫她穿衣服的時候 她的眼睛就都沒有閉 就是都半開的 那就是屍體很僵硬 那我跟她講一講話 然後就是她身體放比較軟 然後眼睛又閉起來 這樣子我比較好穿衣服 對 哇 最靈異最大膽的 誰是收拾美女馬上登場 誰是總經理 誰是總經理 請開門 2號 不是啊 陳慶紅先生 21歲 今天是我有史以來穿過 最正式的一次 對 沒有這樣穿啦 要給憲哥跟新美姐我的名片 來 來 陳慶紅的 手機網路 她這個就是 Piano A老鼠 我們手機在看 怎麼那麼可愛 還Piano 因為裝可愛 員工有幾位 我們的員工大概有將近快20位 對 不過有滿多都是我們的那個學弟妹在幫忙 是 對 那女生是你女朋友 相當不錯 對 其實你們可以看看封面 封面也有照到 封面是嗎 對 唉唷 唉唷 你看 這麼年輕就當總經理啊 所以你是中原指管 對 我是中原大學指管系 現在念資訊管理的 這個是相當好的一個機會 你剛好是念這個 然後就對網路接觸滿深的 是喔 那跟你 跟你買手機可以打五折嗎 這個 那目前來講 你們這個有商機嗎 其實呢 剛好我提到說 像今年 我剛剛講的數據是真的 今年全球的手機銷售是3億 台灣是600萬隻 台灣太厲害了 對 那目前呢 我們全台灣的有手機的人 是1300萬個用戶 唉唷 兩個人就有一隻啦 對對對 所以這個 你看手機組這麼多嘛 那我們就是說 我們提供手機的全方位的資訊 才21歲就看到總經理啦 對不對 好好加油 將來一定有前途 好 謝謝信哥 加油啦 好 謝謝 我們後面這幾位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那麼這位目前是做什麼 學生 學生是吧 一看就是人家猜你是臨時演員 演得不錯 下次可以出來演林瑞陽好不好 不錯的 那這位是 我在做電子商務 在做電子商務 在做電子商務 那你是哪一方面 那你是哪一方面 就是網際網路 B2B為主這樣子 但是還沒有幹到總經理啦 什麼職務 主任 主任 不錯啦不錯啦 好好加油 主任這拼個幾天就幹掉總經理囉 對 而且主任還可以配股嘛 是吧 那這位是 我在那個通訊公司 做什麼 要做IA IA啊 IA IA都不知道 私訊家店 懂了 就是那個冰箱也可以上網 就是那個意思 冰箱上網要問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可能把你的那個 今天上午 今天只要把你的冰箱設定一下 可能晚上那個菜就好了 就在裡面或是甚至煮好 天啊 那你們好啊 冰箱怎麼幫我煮菜 或者是 或者是你時間到了的話 在你要下班之前 燈就已經開好了 空調已經設定了 好 冷氣機 如果你不知道 到我家看就有了 了不起啦 我知道啦 你花了一億做裝潢啦 神經病 早上就煮咖啡了對不對 對啊 你就沒有了 掌聲給他們鼓勵一下 來喔 馬上進入到 我們下面一道題目 請看 誰是收屍美女 好的 再來這道題目 有一點恐怖啊 對的成績第一名呢 就是王欣萍小姐 厲害厲害 一支獨秀啊 哈哈呀 不得了大家全對 只有你一個人 有一個人錯的 沒關係 這題我一定會答對 真的喔 這道題目跟你有關係啦 幹嘛跟他有關 隨便講的 我知道跟你也有關 是嗎 對 那每一個人都有關 因為我有關 為什麼 美女 對 欸欸欸欸 我接近 有接近對不對 那你知道這是什麼美女嗎 就是身材很好啊 很有智慧有內 妳來說好了 有一點恐怖啊 收屍美女 蛤 收屍 全部 有沒有 有看一個美女啊 欸 剛剛音樂好像發生天倫大悲劇一樣 你說你死掉了 然後我來收屍 然後我還要很美 我來替你收屍 我的天啊 因為這個行業大家都知道嗎 先收你的手 欸 再收你的腳 好可怕 喂喂喂 你以為是拼圖啊 這個是很厲害的一個行業喔 你說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我學不學 這種事情喔 是真的 真的嗎 就是有的時候萬一是車禍啊 啊 有沒有 他必須要去那個啊 這樣的狀況其實蠻多 他還要把它拼起來 然後化妝 所以你看這個行業講實在話 恐怖當中又帶有非常偉大 這是一種功德啊 對不對 感覺叫為人群服務嘛 那到底哪一位才是呢 我們現在看看我們的蘇絲美女 請開門 一二三四 總共有四位了 我們好好來介紹一下 一號大美女 請問您的大名是 陳依林 陳依林小姐 我們看廬山真面目 一二三 二十一歲 對 長這麼漂亮 好漂亮喔 有可能是擔任這樣的工作嗎 你看他這邊有一顆字 中間位置 好像觀世音菩薩中央位置 也有一個 對啊 那你做這個行業多久了 一年了 一年的時間了 對 為什麼會入這一行呢 覺得從小很有佛願吧 是 佛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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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剛好中間有課子 對 那喜歡聽佛經啊 佛經啊 那是誰帶妳進這一行的呢 就去拜拜 那裡面的師父就跟我說 可以去殷儀館做這一行的工作 真的啊 對 妳是一個人獨立作業還是有同事在旁邊 就是有法醫啊 就跟著他們 一個team 對 會有一整組人就對了 一個人工作那樣會怕啊 那妳會不會不害怕嗎 不會啊 就因為喜歡所以去從事 還喜歡啊 對啊 家裡的人或朋友 大家不會排斥妳嗎 大家不會說 因為妳都摸屍體上 對啊 不會吧 不會 還喜歡 人家問他說 小姐您好您個人興趣是收吃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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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位先生 希望有機會為您服務 好 這是陳小姐的資料 好了 這是一號了 再來我們要看一下二號 您的大名是 楊彥婕 楊彥婕 我們看廬山在面目 一二三 哇 楊彥婕 二十三歲 楊彥婕小姐 是是是 你好 入行多久了 入行半年左右 半年的時間 當時為什麼會進入到這一行呢 對不對 到工廠上班公司上班多好 為什麼要幫人家收屍呢 因為我本身覺得這工作很有挑戰性 挑戰性 真太大的挑戰了 滿喜歡研究死因的 就是不曉得說 你下一個要面對的屍體 是怎麼樣的死法死狀 我覺得這是我的興趣 對 興趣 研究死相 妳現在看到 看到死人 妳就知道他是怎麼掛的 不一定 如果說上吊啊 或是車禍那些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很明顯 上吊真的會這樣子 對 舌頭是這樣 真的啊 對 那如果說車禍的話 也是很明顯 那 如果說不明顯的話 就是會解破 對 那妳在工作當中 有沒有碰到離奇的事情 離奇的 曾經是有一個高職的女孩子 那她是 早上洗澡的時候 那洗完她就是要去上課 那因為她就是洗澡的時候 一氧化碳中毒 瓦斯中毒 對 那她就是 因為人死了之後 就是還不知道她已經死 已經死掉 已經走了 那就是我幫她穿衣服的時候 她的眼睛就都沒有閉 就是都半開的 那就是屍體很僵硬 那我跟她講一講話 然後就是她身體放比較軟 然後眼睛又閉起來 這樣子我比較好穿衣服 對 她自己閉 對 就是我跟她講一講話 就是說 我們現在幫妳就是處理 然後我現在幫妳穿衣服 這樣子 就妳跟她講說 這位小姐妳知道 眼睛閉起來 已經過去了 然後身體放鬆 因為她不曉得她自己 然後她突然間 也好 那很恐怖 真是 那瓦斯中毒 屍體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特殊的狀況 像液氧化碳瓦斯中毒就是 她的皮膚會看起來比較嫩一點 就是粉 對 粉嫩 粉嫩這樣 嘿嘿 這個有專業的角度在裡面 妳為什麼知道 妳有經驗喔 蛤 有有有 妳上次沒有跟 問喔 有跟紅啊 瓦斯是妳放的 是 她們就洗澡嘛 然後突然間就 我知道啊 新聞有報啊 快昏倒了這樣 其實就是要呼籲大家就是 在冬天的時候 窗戶洗澡的時候 就不要關 這樣比較安全 而且熱水器 怎麼可以裝在室內 對 對 大家記得喔 洗澡的時候 窗戶千萬不要關 不要關 不要關 也不能脫乖乖洗澡喔 是 對 這樣我們也比較方便 這樣才會 好 來 3號叫做什麼大名 劉欣文 劉欣文 1 2 3 劉小姐20歲 只有您入行多久了 劉欣錘 3個月 3個月啊 那才是新手而已嘛 那總共現在收了多少的屍體 有沒有算過 還算得出來 算得出來 差不多有多少 30幾句吧 30幾句 那您怎麼會加入這個工作 加入 因為爸爸的朋友 之前是開那個殯儀館的 那 嘿 然後有一次帶我去 看那個屍體解剖 因為那個 嘿 你知道什麼表情嗎 我害怕啊 我沒有什麼 然後 用這麼 沒有 因為我在一旁看得很投入 然後那個阿伯啊 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這小女孩 一點都不害怕 然後 結果叫我去那邊打工幫忙 是 而且 這一行的話 基本上 如果是 王者是女性的話 那 有我們女性去處理的話 那麼家屬 一般來說 也會比較寬心 哦 對對對 你瘦瘦不欠嘛 是不是這樣 那妳本身呢 這個待遇好不好 待遇喔 還好啦 差不多 一個月差不多多少錢 做這麼辛苦的工作 對不對 五六那邊吧 五六萬啊 嗯 那不算很高耶 還好啦 對不對 這後面再加三個零叫我們去 我們也是一半就軟腳 怎麼可能敢去呢 金美敢面對死者嗎 敢啊 我還看過很多 真的嗎 唉唷 對啊 在哪裡看 在殯儀館 因為我哥哥溺水死亡 我們去認屍 然後我哥哥溺水死亡 然後殯在殯庫裡頭 然後我們的殯儀館的殯庫 是在最裡面 哦 假設說我們從那邊這樣進來 要經過幾百具的屍體 然後進到最裡面的殯儀館 然後進去了以後呢 還要一個一個櫃子 打開來看看 打開出來看 真的啊 對 所以你看人家經過很多的事 才能坦然的面對死亡 那個時候已經不會害怕了 對啦 唉唷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你應該有看過我哥哥啊 什麼時候 你不是有個節目在翡翠灣嗎 對啊 對啊 你沒有看到他嗎 他應該會去找你 唉唷 唉唷 很恐怖 好來 四號 四號 你叫什麼名字 陳依林 陳依林 我們來看廬山真面目 一 二 三 你家的狗狗多才多藝 而且都是你自己訓練的嗎 趕快來電放兵 0 2 2 7 5 4 7 5 1 1 2 7 5 4 7 5 1 1 等你哦 誰是收拾美女 好來 四號 四號 你叫什麼名字 陳依林 陳依林 我們來看廬山真面目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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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小姐你好 你才21歲 那請問您從事這個工作多久了 九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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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要去加入這個行列呢 因為自己本身是念這一科系的 我是南華科技學院 有師提系哦 冰儀 冰儀管理學系 對 有南華 南華 真的哦 對 天啊 還有這個科系 我們現在才知道 有沒有遇過什麼離奇的狀況沒有 就像剛剛你說的那種氣孔流血 我真的有碰過 真的 怎麼樣 就是一個老公 他看到他的 因為他是出社會 那屍體解剖開來 他根本內臟都完全 因為通常受到很大的打擊 就是撞擊 對 然後他的心臟破裂 才有可能氣孔流血 但是解剖師解剖開來 完全都無以異狀 都好好的 對 然後他就是看到他女兒過來的時候 看到他的親人就真的氣孔流血 對 這個就厲害了 我們這樣好了 滿離奇的 他們在從事這個工作 一定會遇到一些這個離奇的狀態 我們等一下公佈出來 我們讓他來講一講 有關收屍的時候 發生的靈異現象 好 現在我們馬上進入第二個提示了 這個提示呢 他們只要碰到狀況 就是有Case來的時候 是 他一摸他就知道就是說 他性別還有身高 我踏捷一下就能知道身高體重 然後性別 好 來 我們現場馬上推出一句來 那麼這個是已經剛剛過去不久的 剛剛躺上去不久 還很新鮮 是 平安講 擺上我們 沒有啦 裡頭是一個同學啦 是嗎 拿包紅包給他耶 好 來 第一位 第一位 他摸一摸就可以告訴我們身高體重 天啊 他真的很沒有感情的這樣摸耶 有沒有 因為我們要判斷他的骨骼大小 是… 對 那我覺得他是一位男性 男生 男生 對 然後 我覺得他身高170左右 170 體重呢 62公斤吧 62.386吧 好 1號認為是男性 好 170公分62公斤 好 待會兒我們就問問本輪 好 2號 2號 請開始 天啊 啊 誰是收濕美女 但是儘管是收濕美女 也不要穿那麼緊的緊身衣 好 您的 身高體重性別 我覺得他的骨骼蠻小的 因為我是摸他的腳踝的部分 應該是女孩子女性 女性 對 是你有摸的胸部 沒有 胸部在這裡啊 那不是 那是鞋子 對 他腳踝在這裡 大概是 這應該是Nike的 好 你的答案是女性 身高 大概160到65左右 160 然後那麼多 體重 體重 體重中型嗎 應該有70公斤左右吧 沒有那麼多 女生 沒有 我說你本身 我說她說 說妳幹嘛 好好好 來 謝謝2號 3號 3號長得最像欠女之類的 你摸腿啊 我手臂 3號個人胸部還彩繪喔 真的嗎 好 怎樣怎樣怎樣 這樣怎樣 她是個女的 女性 她是女性 因為我摸她的手臂這邊 手臂 而且她的肩膀 滿瘦的 然後呢 女性的骨頭 因為男性都很寬骨嘛 有 她有點小肩 那身高呢 身高 身高 身高差不多170 170 體重 體重 58 58 好 這是3號 這是3號 4號 4號 請你來判斷一下 她摸頭骨幹 來 我很肯定她一定是男的 因為她頭骨幹比較大 對 比女性的大 所以她一定是男孩子 男 是男性 身高呢 身高17多 多大 17多啊 17 179 大概173左右 173 體重 沒那麼厲害吧 連體重都可以 好 她測不出來體重 但是很確定是還有在呼吸 有沒有 她快 她快悶了 我確定她的頭應該跟你差不多大 好 早 早一個出來摸一下 可以 金來 阿金 用我來摸 直接摸那個 是男女啊 欸 什麼姿勢啊 是女生 萬一她是女的就沒有關係 女生也有什麼關係 萬一她男的呢 她保護得很好耶 她這邊也擋好 摸一下這一旁 P-A-R-T 男的 男的 沒有 她這邊有個很寬的皮帶啊 這一條是什麼啊 皮帶 胃要摸 男的 她的腿好壯喔 男的 對 男的178公分 體重是68公斤 那她的嗜好是喜歡滑雪 對 她喜歡吃泰國菜 那有沒有男朋友呢 她基本上不是同性戀 她應該是個異性戀 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 大學畢業 還沒畢業今年 大學三年 夠了 我們來考看 到底她是 正確答案啊 請解答 好 請普如來為我們講一下 果然是為男性同胞 來 身高 177 體重 65 65 177有沒有人答對的 都錯了 我說178 我最準 都錯了 好 謝謝 來 推進去 好 這個只是給大家一個提示而已 所以 你們認為1到4號 誰的工作是 雄獅美少女 請選擇 請選擇 好 阿金 你的答案是 4號 行家 我覺得好難選 可是她說 那個殯儀館系 我願意相信她 而且我覺得現在 我們除了尊敬生人 我們更應該尊敬死人 所以我希望我們都 生人 我們尊敬熟人 就是我們活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們的死亡教育應該有 那有這樣的學校 我覺得蠻高興的 對 了解 順美 2號 我覺得2號 因為我覺得2號講 就是在 就是解釋的時候 不是很緊張 然後蠻穩的感覺 一點都 就是感覺 應該 應該是她才對 直覺 答案只有 阿金是選4號 其他全部是2號 對不對 好 到底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馬上 來看看正確的答案 現場倒數計時 最後數目 5秒 到底誰是收屍美女呢 請開門 Go 你家的狗狗多才多藝 而且都是你自己訓練的嗎 趕快來電報名 0227547511 27547511 DANIAL 誰是收屍美女 到底誰是收屍美女呢 請開門 Go 觀眾哈2號 真相大白了 你果然壯 你果然壯 人啊 養生送死 對不對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我們這個 要慎中追遠 他們這個 人呢 面臨到生老病死的時候呢 能夠有人來幫他們服務 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看一下他的資料 有沒有看到 楊彥傑 屍體比音樂有趣多了 有沒有看到 音樂科畢業啊 你還念音樂科畢業啊 對 我念音樂系 你是什麼心態 天啊 我告訴你 他還彈了一首好鋼琴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楊彥傑小姐 正宗基還陪在旁邊 拿一個照相機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有沒有看到 人對死亡會有興趣呢 這什麼心態 你是真的喜歡看看 這個人是怎麼死的 他是怎麼 對 因為可能 我爸爸是外科醫生 然後所以在我很小時候 就是爸爸有做一些急救的工作 那我常看 然後就 那爸爸醫院的生意一定不太好 不會啊 還蠻好 因為他很有名 因為他有一個女兒很喜歡 看人家死掉 嘿嘿嘿 來看病喔 我來等你喔 可是我個人也對 就是死亡啊 好奇 對 好奇 然後滿想去研究 但是一半一半又害怕 那通常你們的同事 有沒有跟你差不多年紀的 還是其他可能年紀都比他 他最年輕的 都是比我長很大 五六歲的男孩子 他們都是做很久 那現在女孩子 就是只有我一個人 在處理這樣子的工作 她才二十來歲而已 你們同事之間平常 你們見面的話 都聊天的話題 我那天又死了一個是 聊天什麼 對 就聊他死因啊 就猜啊 如果還沒有解剖之前 因為會排解剖的日期 那就他到底 他到底怎麼走的啊 因為像曾經有一個 他是很高很壯的一個男孩子 對 那時候我們發現 他的時候他是仰臥在他的床邊 那他旁邊有個便當盒 那那時候我們當初 因為他死亡已經 大概三個禮拜左右 那就是他發出正正的惡臭 然後鄰居聞到 然後才就是說報警 然後我們趕過去現場的時候 就是他整個臉都是有蟲啊 長滿蟲子 因為已經腐爛了 然後整個身體都已經膨脹了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們以為是他是心肺衰竭 因為他可能是很高很壯嘛 然後後來解剖的時候才知道說 他是被半顆乳蛋噎死的 噢 噢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案件 一定要經過解剖才知道說 他真正死因 因為我們只是在推測 那你沒有解剖 你就不知道說 原來是說半顆乳蛋 他就這麼走了 對 很高壯 然後為了半顆乳蛋噎死這樣 對 那不可以造X光 拜託 不是死人就不再造X光了 直接就用解剖 死人直接解剖 對 所以你看呢 大家吃東西要特別小心 細腳慢咽 再次感謝我們二號 也謝謝我們其他三位女孩子 恭喜他們四位 好 再一次給他們熱情掌聲 再次謝謝他們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下週同時就繼續回到我們的 超級東西區 Yeah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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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